我也有几个游戏感的经验啊 你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 国间风云 因为这是一款需要考人信任的游戏 所以要找几个值得信赖的人一起玩 游戏的规则很简单 黑白两个的大家扮演着不同的身份 每名玩家开局有三张身份牌 红牌多的一方为黑方 反之为警方 老大则有自己的专属牌 每回合分为三个阶段 行动阶段 可以秘密调查一名玩家 也可以包入自己的一张身份牌 抽取装备或者手枪 有枪的还能买一发 刚拿枪 区先瞄准 下轮再射 GP对话好大就赢啦 欢迎大家来的最新一切一起玩 我是猛男 我是六菱 我是大军 我是阿盐 好 我们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有三张身份牌 大家可以偷偷看一下自己是什么身份 偷偷看 对不起 我还说话人 难道你难道你难道你 装备牌可以在任何时间使用 你想使用的时候随时叫停 哇 怎么 拿一把枪先瞄准你 私人愿 我没有时候要开枪打你啊 先瞄准你 瞄一下吧 瞄一下吧 红红红 你没看的人不去看 诶 您瞄我 我死了 我也没死了 我心甘心愿 你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 诶 瞄谁 瞄点瞄 虎外姐 阿盛 你瞄这个瞄这个瞄这个 你会感觉那边都是坏人 这边不太可能是好人 完蛋了你 不是啊 为什么不是好人 呃 哈哈 那大家都是好人吗 哈哈哈哈 大家都是好人哦 这个世界全都是坏人的时候 就没有坏人 好能选啊 好能选啊 看面相咯 看面相 哈哈哈 其实你可以不讲话的 哈哈哈 哈哈哈 臭 我想要个强的王 这样那我验大师吧 验主 知道知道该怎么开了吧 你看啊 你刚才看了我的盘 你知道的太多了 不是 你知道确实 我看了这张 对不起 那我来来来来来 选择两位其他玩家各一张敌韵牌 他们交换被选中的敌韵牌 不一定不一定 热起来啊热起来啊热起来 哇 我先看一下你的牌 我先看一下你的牌 阿姨这张牌换了一张 或者是不描了 我再开一张 再拿一张 不描了 我先看一张 你不描了 不描了 就我们两个一开枪吧 这就早上剩下我们两个了 对 有没有那种可能我是个好的人 哈哈哈 柳青 刚刚看了我这个牌 他没有换枪 他本来要指我的 他没有换枪 那柳青跟我 是同在这里 我铁好人 然后我换掉阿姨那张牌本来是红的 可是他本来是坏的 他变我变得好人 那如果他开我 我说我铁好人他开我 他证明谁 他就是个坏人 真心换不如换真心 你想不能开枪 我不跟你真心 三前玩家的回合结束后 游戏以相反方向有的进行 快点琉璃 不能开枪就对我 我不想死了 你现在再想 我看一下琉璃 我没什么好看 可能是谁啊 那我就 你先拿一张牌吧 哪一黑 我只能开枪咯 好 怕点被蛊惑 如果某一方的老大被开枪了 说明他受伤了 他还有一次生的机会 同时他可以拿到一张装备牌 选择一位玩家拿取他的装备牌 把你牌拿走 没用啊对于你来 到我了 我现在碰到你 那他坏人了兄弟们 那有没有可能刘青春是探长啊 不可能吧怎么办 如果我是探长的话 我没有必要瞄准一个我尽忠的小弟啊 哥哥打我 哥哥打我 那我还是一定 我拿到你去 你要死 哈哈哈哈 没有我想让你一个人死得明白一点 选择一位玩家并查阅他所有的底蕴牌 然后让该玩家查阅你所有的底蕴牌 我吗 你看他的他看你的 我这一张没有翻开 对所有了 柳青是什么 柳青是什么 好我瞄准他演 好我瞄准他演 柳青能操作 我只能开了呀 这个吻多一笔啊 你来吧 柳青从你翻牌之后 他有可以救我的东西 都是自己做摸 没关系没关系继续 怎么办 怎么办 因为怎么办 他是合理的 怎么办 他是合理的 我翻牌 拿一张装备牌 全是成龙咯 哈哈哈哈 装备牌我没有 全是成龙咯 你现在你现在要不开枪 要不转枪 把这些带走 开枪 开枪 主谋 我是探长 其实你是不是一开始 不知道自己是好的 我只一个是不知道 他看了两个红色的 我也觉得是要的 然后玩到一半 突然发现 我好像是好的 居然我跟你说 我吃吧 为什么会赢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以为我是个外人 哈哈哈哈 嗨 嗨 嘢 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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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